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我们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国战绩穷中霸雾霧双版 来一个圈梯战绩 对 这个版本的话呢单打叫做平衡战绩 双打的话或者多打呢叫做圈梯战绩 那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版本呢我是建议各位呢 这个双打或者双打以上玩啊 单打的话呢感觉比较的出奏 双打和双打以上就不一样了 咱们来看 这里呢我一批选择了战盒 三批呢是当时点摸的一个老板 选择了一个四马尼啊 镜子我来了老板 咱们来看啊 把怪的血量开到六倍 三十一万 走 我这里呢张盒用了一个四六A 司马的用了一个上下A 打了一个必杀 这样的话呢 可以看到三十一万滴血的这个路径 转瞬几时 最近没看错 这就是圈梯战绩的快乐 好然后呢开抽奖 咱们看了 这里呢有双boss 出门呢他用司马尼挠了两下 我飞碟空一个 然后呢这里飞碟再空这个 直接起啊 我的这个四六A跟他的必杀就合上了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像现在这样 就是我这个四六A呢不无敌 不如这个司马尼的必杀无敌 所以说呢这个 我会被后边的怪打断 一旦这种双boss的话 就出现这个效果 但是呢他这个就没劲了 不过两个boss要凑到一起 你看就能打出这么一个效果 看见了吧 就是两个一起圈的 我们俩去替你们俩 奖礼 对吧 这个玩意太奖礼了 好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是吧 两招 一盒 这样的话呢打出的段数呢猛增 我吃个毒草啊 感觉自己攻击力不够 好咱们来看这个关击boss 孙金 扫了 33万体血 我这里呢 直接一个飞电器手 然后呢阿斗这里也在 我俩呢直接狠 直接就来上了 我一个四六A 他一个上台 可以看到呢卡的叔叔在在 但是呢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人这个跑啊 就是被遗体的 需要墙 那这样的话呢 我离开墙 我就打不上了 然后再组织一次进攻 之间的双boss全部秒掉了 什么敏箱敏江小羊啊 全部带走了 好咱们继续来看这个下一关啊 然后呢这个装备 我俩都选了这个叫做暴击套团 这个暴击的话呢 因为一出这个字 屏幕上呢会出现暴击暴击暴击 然后呢画面会卡顿 这样的话呢我们感觉就是 圈D的效果可能能更好一点 这个位置呢合成了一个呢啥 两个人司马仪我来看 我用的司马仪他用的司马仪 我俩实际上两个司马仪能不能 圈D啊目前为止能被踢好 实际是可以圈D的咱们来看 123花皮刹花皮刹 好吧 没气了啊 他这里呢是等一个气头了 我这里呢开PX也没用了 因为他暴击以后呢 抄PX就不是这个了 不是这个点子 所以说呢咱们等的气道消失 再看看两个司马仪的这个 另拍跟这个人物之间啊 能不能圈D 我呢调了一个飞碟 然后他用AB躲了一下 咱们里飞碟 好我这位置没有换令啊 直接呢打了一个四雷 那这样呢对面的这个士兵啊 直接被咱们带走了 然后呢这个忍者直接来啊 又是一个飞盘技术 直接带走 这看懂是吧 这还是很爽怪的 尤其那个哒哒哒哒哒哒 那种那个赶脚 非常像以前那个叫做 20125双版啊 那个三人的一个核武 我这里呢吃点毒草加点攻击力啊 攻击力确实低 啊来看关键boss 这里血树是群联啊 可以这个给你 你和你的队友一起用 然后呢我俩这里呢 约定了先踢周泰啊 因为呢这个黄盖可能不会搅和 但是你要踢黄盖的话呢 周泰会搅和 我这是怕搅和 这样呢拿下一个啊 拿下一个之后呢 再一个飞碟 45万地卷来看能不能抵损 我这里呢461往前顶啊 然后没屏幕了 哎好又顶住了 45万地卷照样拿下 看到了吧 那这里呢司马仪这个装备已经齐了啊 就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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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个暴击套装可能还差一个 好咱们的继续下一关 OK下一关还随到了游戏的第二关 我用利用托马斯这个盘旋来挑一挑这个对面的这个笑 然后呢把这怪拉上来 飞碗击手 只通过了一个 通过一个就揍一个啊 他这个位置占歪了啊 司马仪这个 屁杀没打到 然后等过来 好这里大虾击手 这个大虾呢带戒着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击手效果 就是呢直接一个最终虾啊 这个虾的话呢 非常适合击手 好拿下 然后啊又一个最终虾 带起 我这里击早了 好咱们再往回撞 这样呢再次拿下了一个梦幽 啊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玩法呢 还是比较的爽快的 你又是这个 哪怕你这三国战机的造纸不高 是吧 你拉上这个一两个朋友啊 一人出一招就带走了 这玩意造纸高不高都无所谓是吧 好那咱们来看这个44万地卷的第二关手底boss 夏侯渊 出门呢给他往右引 然后呢起 大必杀我顶啊 趁着小兵来之前给他拿下是最好的 要不然就搅和 你看是吧 我这张和这唯一个缺点啊 八搅和 别都挺好 然后呢组织二次进攻 直接带走 干净利落且轻轻松松 好咱们再继续游戏的下一关 来了这里呢随到了游戏的八战图 啊 亏勒定一波 然后呢有个嫂子 我这里呢直接点 但是嫂子防住了 嫂子防住之后呢 再开必杀没开上 我调了个飞碟 直接给这个嫂子一个飞碟 直接飞上 这位置呢 直接点 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缺陷 就是非常依赖强啊 没有强是这迈车 好 这位置呢往左边找强 飞完击手 一个点啊 好 挺住 嫂子再见了 啊 强如嫂子也架不住这么点 还得了吧 被两个状态堵到墙里顶 他也挺不住 之后呢 咱们这里继续 准备一个机会 好 就这儿 再次 再见 收一阵 好 拿下 咱们来看里边 大环境 没有啊 来到了这儿 这个是这个往上走 这个无双马 拿来进去的地方 这个的话呢 加了这个刀冰册 这个冥冰册 之后更卡了 看见了吧 这样的话 两个人卡到一起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我从这儿是非常的好 这样的话呢 一个阵防 两个阵防 一人一招 干掉两个boss 你看这个玩意 邪不邪乎 极其爽快 好 这回看环境 OK 幻队里边呢 直接登场 他先骗个暴击 然后呢 我俩毒气槽 直接棄手下新怪 最后呢 依斯瑞 踩这位置不好 你可以看到这吧 这位置不好 这位置中间断打了 中间不断打的话呢 这个鲤布也许能描吧 但是呢 我俩是凭借着第二次的戒招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中间不断打 可能一个boss就这样 这样呢 我俩凭借着这个 第二个这个boss 直接呢 把这个 鲤布给他带走了 然后呢 他用了一个全屏的三十几技能 把我来保护一下 之后呢 再一个三十几技能 再保护一下 然后鲤布 你不出招了吧 他不出招了 他又出招了 这里呢 我们互相躲一躲 还有联系的虾臂 我用一个飞蛮技术 兵重 联系顶 加一个boss 再顶再boss 没脸上 准理我顶早了 然后呢 他boss兵重了 开始A 我顶 好 凑齐了 这样的话呢 就对这个小鹤鸟 带走了幻境里边的小吕布 好 剑点剑啊 因为这个剑的话呢 会增加人物的输入 每一把剑增加5% 所以说呢 这个剑呢 都给司马一用 这个陆续呢 也没什么好作用了 陆续呢 出卖一个吕子 带走 咱们再继续啊 来看这个大宋圈 好 大宋圈登场 等他一个这个出门的 这个什么 打我八业者 我这里硬扛一下 啊 傀儡盯住 直接来就完了 没扛不住 这里可以看到呢 卡的是实时成功 颜色是合奔的 好 操操没脚 哎呦 刚说完 操我这边脚 没事 咱们是第2次 两个密杀 两个四雷 拿下了这个大宋圈 一个70万积雪 好 那咱们呢 继续来看游戏的下一关 这个葫芦呢 可以复制一个上次使用的道具 我一般就是用来复制清灯 最后呢 第三关啊 随到的第三关 那我们选择走了一个这个路线啊 金剑啊 就是走了一个下下路 啊 撞那个大龟 然后出个张辽 张辽身上金剑 之后呢 咱们这些亲手 我这里呢 直接顶啊 加他的笔杀 这下呢 有点没卡太好 但是不要紧啊 等他落下来 汉能再来一遍 哎 这个位置呢 他第三个号权 我这里呢 顶得也稍微的早 最后呢 再来一波 我这里呢 四六月还没好来 然后我想弄个道具 后来我俩一发现 你直接处得了 这里呢 终于顶了 那好像也被顶时尚 再顶一波 OK 这样的话呢 磕磕办法 拿下了这个丑鬼 好 咱们呢 继续来看这个手底boss 手底boss 傻子梦幽啊 加上那谁 也是白顶 捡个脚胡不点气啊 这司马尼也挺绝气的 这个玩法 好 关你的boss梦幽 四十三万滴血 看似很有战斗力 是吧 咱们呢 给他拉到板边啊 这两个人为一个缺陷 就是需要强 非常需要强 好 飞盘起手 干掉传人猎 直接 一个必杀 加一个这个啥 然后带走了 操场这钢盾场 梦幽就没了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准备再飞盘 再起 一个顶 加一个这个必杀 我这里呢 改托马斯 直接呢 给这怪 哎呦 我这里托马斯不取消就好了 然后呢 两个人呢 他补了一招 直接呢 又再次带走 我这里跟踩了一下 闲的也是闲的 好 咱们呢 继续来看游戏的下一关 下一关呢 是随到了这个大义士荆州啊 来这个紫衣跟魂赵云 咱们先可着赵云 起手吧 谁在抢角 就先干死 紫衣他不能搅和吧 咱们也走啦 怎么收 哎 好 没搅和吧 OK 他过来 然后呢 直接顶啊 再必杀 就卡住了 看看是吧 两个人都有暴击套装之后呢 这个爽快程度更高 我现在好像还没有 但是这关有现成的这个 现成的这个腰带 咱们来看啊 就是他俩 武神 武神神有这个直接现成的腰带 先躲一个武神的必杀啊 轻松躲开 然后呢 扔个白骨神器 两个人就不出招了啊 我这里是有这个套装 最后呢 两个人就开始这个饼啊 就合起完了 我这呢 是暴了个气啊 暴了一个这个 用那个数次的一个 一个能量 增加一点输出 但是我这个输出不是主力啊 司马仪是输出的主力 那个司马仪是啥做的 好 打下 OK 咱们继续 手底boss啊 这个因为这个 全程基本上都是这么 一人一招合死的 所以说呢 咱们少看几个boss就够用了 现在大虾啊 现在大虾 手底boss呢 是关羽跟黄宗啊 两个人手听中 也没什么问题 之后呢 咱们等 等一怪过来 关羽的体格稍微好点啊 好 这里呢 是对着这个 对着这个黄宗下手了 黄宗四六万金卷 可能是不看 那么一劲 果然搞定 确实不看一劲 好 关羽打过来 之间呢 之间呢 就是七张 追尽四六一接必杀 直接带走 五十万金卷 中的死 死了 死的是炎炎盛克的 不如为炎 还为炎还仿下 OK 这样的话呢 这个随提的几关呢 全部打完了 咱们呢 来看这个啥 来看这个 这个正式的第七关 来了 一出场 先是一堆多个 boss啊 六个啊 分别是 长日丽虚火 然后呢 大妹子 还有这个 马超 还有一个牛筋 还有个谁 魅首青 他们就躺下了 最后 阵容呢 就是一波boss 带一波小鸡 傻子梦游 带一波绿兵 我这里得可以递过来 然后呢 两个人随便巴拉巴拉 就死了 这里就不用合体上了 随便巴拉巴拉 就死了 然后呢 继续仗精清兵 然后呢 再巴拉巴拉 boss 你看 这套路还是不错的 OK 又带走了 这不 轻点吧 这不 是不容易 然后继续 啊 张晓杰 清了 鲁布带着大驴 然后呢 给鲁布 再转起来 斯马亦用了一个转 我也用了一个转 然后再来 张晓杰 清小妹子 然后呢 一个貂蟬 我这里有点吸引 走火圈 就了 最后呢 斯马亦一个貂蟬 垫上 我俩呢 开始托马斯转 好 的 下一波 阿朵 加小蛇啊 这个小蛇呢 还能扛一下 我能准备一个毒气筒 连蛇带阿朵 一起 推奈子 但是呢 没抢过张晓金 最后呢 AB起来 我俩呢 接着钻 再见 最后 哪波 我俩呢 这是这个 猫祸 加这个 攻击手 还说 有套路 然后该三boss了吧 没有 还有个傻子 黄盖 那好 死的也是不能再死的 OK 三boss了 这个 这个 是 与这个 底部 斯马亦 这个 这个叫神 神下会员 跟那个 无双满 三boss一样 跟我呢 我这里开了一个三十七boss 那保护队友的一个安全 然后呢 斯马亦这里开了一个三十七boss 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保护队友安全 好 然后 吕布不开心了 弄了个那个 我这里炸个毒标 再见了 宝贝 轻松带走 好 来看大抢 来 还有几个小兵 扒了扒了 好 一个六七万地球的大桥 但是大桥因为他不能那个河 咱们呢 只能是想一个办法 没错 就是给他 哎呦 那个斜的葱 一是活狗了 给他变个小动物一会 给他一个墙 小动物 这里没有墙不太好 六十来万 咱们来看 直接我这是 钻原地托马斯 这里因为没有那个墙 不能点 大侠棄手 来看看 这里能不能点上 好 卡住了 卡住了吧 但是呢 这个就是如果是刚才的满血 也爬不死 因为我这张河跑跑就跑过头了 张河这个方向感还是有点迷茫的 最后呢 可以捡雷神嘴走颠道 也可以横着走 也可以往上走 可以走三个路线 好吧 咱们来看 我就 我俩是走的颠道 因为颠道里边呢 这个魂马叉 有一个这个 不见 可以呢 增加一下自己的输出 剑捡的越多输出越高 百分之五十八 最后呢 这一个五十多地球的魂马叉 也是 打打打打他 刀到没 最后再往前咱就看这个哥俩吧 看水底下的哥俩 38 44 两个血量 这里呢司马一通毒箭毒度了 直接自己毒箭亲手 我这里拔了个司律威 但是他被背后的这个曹张搅和了 咱们这里呢接着来 先干这个残血的 好消掉 然后呢再干顶着老曹张 我这里把毒箭扔了 捡了一个这个 命牌 那个曹佩的命牌 这个全冰清兵的 好 我们这里呢准备就绪 继续呢来一波这个 丧心病狂的一个小鹤鸟 好再次拿下 我这个曹张捡 我这个曹佩捡的是喝毒箭的 不是为了全冰清兵 看岔了 OK咱们呢现在往前看四马一 啊不看一堆boss战啊 这里我们是抽奖抽了很多的装备 但是都没用啊 我们的套装已经齐了 对于的套装呢有一个是 灰血套 有一个是防御套 没什么用 全武神区呢是打成最后无血雷 我俩这马上 本身怪就扛不住了 没无血雷的地啊 然后呢一顿黄帽打法 我这屏幕里边是A 我们小时候玩黄帽就这么打 这一台行啊 这里呢也是把黄帽打法 这个也去过来 看反正对着屏幕一顿A 直接带走 还剩个操杖 然后呢 拔了死 OK再见 咱们看四马一啊 把屏幕往左脱 让四马一来到这个左边 最后给一个飞碟 好飞碟兵中 直接来 等他落地 一个冲 不好意思啊 对不对有点冲没了 然后呢 再次冲上了 但是四马一这个神仙 好像不太让卡 他起飞了 最后呢 追忆接着卡 不让卡没事 我们直接凭伤害 可以整死 好 整死之后 咱们呢来看一看 这个前面的这个曹操 曹操 刘备 孙权 OK来了 小哥仨 直接起一个度标 我这里是在等啊 我等这怪落地 可是这怪如果不落地的话呢 我这个招不是无敌的 所以说呢 我比较胖 扔了一个这个白虎神技 那这样的话就没事了 没着脚了 白虎神技呢 就怪不出招 跟二代一样 随盘起手 打到满边 不得这个 四六一戒三十 可以看到的 曹操的血量啊 以这个 难以置信的速度 疯狂的马上掉 而且呢 顺手就把孙权 给刘备全部干死了 只有我这里暴露的气 实际现在不用暴气了 就进这个第八关 是不用暴气了 之前需要暴气 那咱们来看这里 询问是否进入第八关 咱们选这个D 是 进入之后 好 进入之后呢 第一波Boss 咱们呢来看一看 这里就为各位 再看那个环节了 以前都做过 咱们呢 直接就来看秒Boss 完事 比较快的 第一个Boss 大孙权 一个Boss呢 好像能顶住 虫权这个Boss 果然顶住了 没事 咱们再来一个 顶住一个不要紧啊 咱们可以再去个Boss 看你能顶几回合 好 这样呢 这么大的一个孙权 直接呢 瞬间就到位了 退役了 好 那咱们加血吃一吃 他这个版本 加入了COG的加气系统 AC鞋呢 可以像COG那么虚心 看看这司马仪 看见了吧 那个气在涨 就是消耗自己的血量 把气虚 这个还是 挺有想法的 该说不出 挺有想法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第二个场景 这个Boss呢 就是一个铝布 铝布的话呢 6666666的血 这个不错 挺激励一个数字 然后呢 我们俩呢 在躲他的一边的啥 躲他的一个殿 之后呢 一个河没河上 然后呢 继续 他又用了一个殿 躲对面的风 好 晕了 他晕了 机会 来吧 宝贝 这下已经无处可逃了吧 不得不说 铝布是扛走 铝布确实是 三国战技 这个游戏里边 防力就高的一个 这个Boss 确实扛走 好 再扛走呢 也 进不住两回圈提 是吧 一回圈提可能 踢不四平 但是两回圈提 你必须 OK 往前走 这里呢 是刘备 跟这个 阿斗 我人呢 我骗了个暴击 然后呢 扔了一个白虎之剑 也是四对 相杀 接绝 好 我先把这个刘备赶倒 你看这吧 骗了暴击之后 就不一样了 我这人的攻击力就够了 继续 吃过加血 武器也命中 正好是枪边 太好的位置了 准备死了 好 死了 一个必杀没用上 OK 杀人结束 咱们呢 继续站往前 来看下一个画面的这个Boss 大抢 一人一个隐身一 让大小开场 先把这两个大狗清掉 然后给个动作 变成了水冰月 七抽 查住 给水冰月查的死 呦 你谁的呢 无所谓啊 没多少血了 咱们这里呢 再给一招 再走 好 那这样呢 就来到了这个游戏的 最后一个Boss了 最后一个Boss 武神 咱们来看看这个武神吧 好 武神登场 134万滴血 血量体格不错 适合作为这个 Tri-T的这个啥 活把子 我俩呢 愣了一个玄武 愣了一个白虎 玄武无限连 白虎的话呢 不出招 这样的话呢 让我俩的Tri-T更加的方便 这里呢 直接来了 洗手一次 我是爆了一个气 然后他也爆了一个气 但是他发现 他爆击之后不能被杀 当时忘了了一分 后来本来想是把这个输出给他提高点 最后呢 背后这个大头 给我俩一人一杆这个天剑 最后呢 我俩一人冷个隐身一 还有84万滴血 咱们这里呢 我又忘了个气 他报不了 所以说呢 节奏没找好 再来一波 节奏又非常明白 然后等一拍吧 这里有白虎 冷得起来 又冷了个隐身一 因为隐身一主要是防背后的一个大头 这个大头挺好 然后再冷一个白虎 好 开始 洗手 就去找这位置了 可以看到呢 即便是五人是吧 血量也是狂掉 然后再来一遍 包机弹起来 又是一遍圈一 体验挺好啊 这好像比这个铝布体验好 但是也没用了 最后一人一下了 没有 他没死 那没事 冷一身一 但是他这里是加了一口血 但是加的太少 杯水车芯 咱们呢 最后的一人给他一杀 送的归系得了 他也不容易 好 我俩好像在调戏的 我俩好像在等他加血 我俩发现加的太少了 决定给他致命一斤 一人一个钱 一人再走 好吧 这样的话呢 一个三国战地 去凶争霸 无双版 那个比较 简单无脑 但是比较爽快的 一个圈提战机玩法 也就给各位大德事了 是吧 可以呢 交上一两个朋友啊 在不需要太高的造势情况之下 就被玩的这么开心了 那么好吧 我是本期的解释横 伴随着最后的通话画面 咱们呢 今天的视频 又该高一段落了 各位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呢 帮我点一个关注 再给我来一个赞 那咱们明天会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